大家好,我是林牧师,今天是7月23号,今天要跟大家录一个读经的加油站,是第38个加油站。 我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也是继续努力的读你的圣经,虽然旧约不容易读,但是也是真的需要我们每天都要一起靠着上帝给我们的灵粮去奔跑天路。 今天我有一个题目给大家,我要讲的是从哭泣到盼望,这一段时间香港是非常多事的一个时期,我想许多人都在问我们的社会到底会是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什么的出路。 那如果你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去听这个,我这个,这一个加油站叫做哭泣到盼望,有一点好像是非常迎合香港的情景。 那你说林牧师,你是不是准备讲一些香港的东西,然后把圣经应用在当中,答案是不是的。 其实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基督徒的前辈,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读圣经,他鼓励他说,你每天应该有两种的读经的方案。 第一个是叫做系统性的,就是说你有一个预备,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圣经从头到尾看完,从头到尾继续继续重复干。 这也是我鼓励大家的,他说当你去做这个系统的读经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带进去圣经的世界,你不要太想太多你周围发生什么的事情。 你的重点是圣经到底在说什么那个世界,然后你读完了你出来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把这个圣经应用在你的身上。 如果你觉得这一段圣经比较困难,应用不了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时代的身上,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叫灵修师的读经。 然后你那天你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社会发生了一些,我们通常都会想过以前我读过哪一段圣经,可能对我今天有一些鼓励这样。 那有时候你回去找到那一篇经文,你说,哎呀,这真的是对,对我今天非常有意义。 那有时候你就,哎呀,我以为好像字面上跟我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其实又没有什么的关系,对不对? 那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整个基督徒人生的基础是在于我们的系统性的读经。 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有可能会读这个灵修师的。 但今天很多你灵修师就拿一张一节,就把它一张一节,就把它断章取义的拿出来,就是很不好。 另外有一种现在更厉害,就是说,可能你每天你都会接受到新的最新的灵修师的一个灵修课程,可能有人寄给你。 但是因为它是新鲜出炉的,每天都是新鲜的,其实它好的地方,可能觉得你觉得好的地方,就是很贴近。 昨天香港发生什么事情,台湾发生什么事情,中午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就更加有这样的引诱,就是把那一篇经文没有好好去思想到底背后的意义。 所以我今天,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回到经文当中去思想,到底的意义在哪里。 今天我们是7月23号,我们要看的是耶利米苏第31章,32章,那我选了31章耶利米苏,31章,31到34节跟大家分享。 提目是从哭泣到盼望。 前两个礼拜我们都在讲这个耶利米苏,如果你记得耶利米先知,他是活在耶路上就快被掳巴比伦的时候,讲他的信息。 他信息有两样,一个是审判,另外一个是后来的盼望,尽管以色列人会被掳巴比伦。 耶利米他自己也会经历到这个被掳巴比伦,但是他也是预言,这个上帝会把他们带回去耶路撒冷。 那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 他觉得很,整个人崩溃了,在耶利米苏第20章里面,他说我受不了上帝,我受不了这个压力太大。 其中一个压力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讲的东西都是比较负面的,但是更大的原因是他讲完之后没有人听他的。 他讲这些信息是要人悔改,结果没有人悔改,然后大家就攻击他,或者是逼迫他等等。 这个让他成为一个哭泣的一个先知。 那如果你去看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他就说真的是可以从哭泣里面找到一个盼望。 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一段神经讲到将来的日子跟现在的日子不一样。 以色列人会顺服上帝,他再不会是那些拒绝上帝,他会很听上帝的话,也会很爱上帝的见识。 因为米苏31章31节这样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乐,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那这一段神经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你发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个会不断的重复,这告诉你。 God is serious about it, I'm really serious about it,我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你,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的。另外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什么叫做新约。 当我们有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事实代表旧的东西是完全是错误了,于是我们把它改了,变成一个新的。 还是一个,还是有其他的意思呢? 第三十二节,这约不向我拉着他们祖宗的首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如果你记得前几个礼拜我有没有谈过,以色列人他们废弃了他们与上帝的婚约,盟约,对不对? 上帝爱他们,他们却离弃上帝,与上帝离婚等等。 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在埃及发生的事情,我带他们出埃及,我是要成为他们的丈夫,他们要成为我的媳妇,但是他们没有守我的约,他们却爱。 他们是从后面这个过去来说,他们还是爱着过去的他们的那个情人,就是埃及的偶像,从未来来说,他们还是继续,他们将会爱这个迦南里面许许多多的新的偶像,无论如何,他们背弃了我的约。 他说,我新的约不会像这样,怎么意思? 就是说,新的约里面,以色列人或者新的以色列人或者是上帝的子民,他们会成为爱丈夫的气质,爱丈夫的气质。 33节,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的加索利的约是这样,我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你们心里,写在你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说的。 新的约是怎么样? 我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 如果你记得,我曾经讲过这个生命纪,生命纪的主题是什么? 心受割离,心爱主。 摩西的遗言,最后他跟,他要死了,他跟以色列人第二代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离,你们的身体都受过割离,但是身体上的割离,不是真正让你成为上帝的子民,你是心受割离。 什么叫心受割离? 其实代表就是说,你从心里面,你真的爱上帝的律法,因为律法就代表上帝的自己,你爱上帝,爱上帝的律法。 这里讲到,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也让我们带回去这个《初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如果你们越真的遵守我的律法,我的话语的话,那你就必成为我的子民。 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子民,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在民宿记里面,民宿记的旷野中的大叛逆,他们叛逆了上帝,他们没有去跟随上帝,这是很可悲,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耶利米预言着将来一个大的盼望,这个新预约里面,他们个人,他们会真的去爱上帝的律法,爱上帝,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和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这什么意思,不是说将来的日子,我们再没有主日学,我们再没有礼拜天讲道,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有一天到那天的时候,你再不好像现在,现在以色列人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真正相信耶和华的, 只有小部分,好像耶利米这样,他就痛苦了,他要怎么样,他要努力的,鼓励的,求啊,拜啊,吸引啊,命令啊,去审判的话语,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教导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听不听,还是不听, 他说将来的日子,做耶利米就轻松了,将来的日子,做传道人就轻松了,做牧师就轻松了,因为你,只要你肯叫,他们就可以听,肯听,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认识耶和华, 这个认识在旧约圣经里面,不代表这头脑的认识,而是代表心里面的爱慕,每一个人都爱慕耶和华,从最小的到最大,什么意思,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已经受了隔离,那这种人呢,你要去教导就很容易了,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很麻烦了,他说我要赦免到那个新约的时候,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得他们的罪,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所说又出来了,他说,对于这群真的认识我的人,真的爱慕我的人,怎么说,不是完美哦,但是他们是真的爱慕,真的追求耶和华,他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换句话来说, 不是认识耶和华的人,不追求耶和华人,这些他们的罪,没有被赦免,不会被赦免,这是耶利米很伟大的一个语言,从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什么时候得到了最终的这个成就,在新约里面,如果你去新约的西伯来书第八章里面,你发觉,在八章的, 十节到第十二节,他就引用了刚才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就是引用了,引用了之后,然后他做了一个总结,第十三节这样说,既然上帝提到新的约,新的约, 那么第一个旧的,第一个约就是,就成为旧的了,而那旧见衰的,必然很快就消失了,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新取代的旧的,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旧约就是摩西的约,摩西的约,然后摩西的约是基于绿法,守绿法,然后搞了几千年的旧约神经,结果搞不定,发觉原来以色列人没办法守绿法, 于是把旧的拿去,就创造一个新的,新是在于,基本的是相信耶稣,相信耶稣靠恩典之约,然后就新的,所以这个一个是旧的一个新的,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了,那你是不是说,旧约是靠行为,靠守绿法的旧,新约上帝改变主意,就是说不要因心称义,那是不是上帝这样改, 还是说,你说道新约,只要你相信耶稣,守不守绿法,顺不顺服上帝也不重要,那你这样说,你这样不一样,完全错误,好像上帝试试看第一个计划,第一个计划失败了,他做的一个,完全不是这样,其实第一个计划跟第二个计划是同一个计划,只是他们用了这个新旧来代表什么东西,耶稣的来临,耶稣来临之前就是旧,耶稣来临之后就是新, 耶稣是整个救恩计划,整个约的中心,OK,我想你这样去看,你就明白了,怎么说,你要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你要记得这个西伯来书的一些背景,西伯来书是写给谁的,西伯来书写给当时在罗马的疫情,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从犹太教的背景,进入了基督教, 但是因为他们进入基督教,当时犹太人是受政治,这个社会,这个政府的保护,但是他信了基督教就没有办法再受这个保护,因为基督教当时很少很少人,就是好像一个异端这样, 于是他们因着信耶稣的缘故,被他们自己家人赶出去,受逼迫,又被罗马人逼迫他们,于是他们受不了,他们就想我们要不要回去做犹太人,他们心想,我回去做犹太人,我还是信耶和华,我没有,我只是不说耶稣,不信耶稣就是, 但是西伯来书就告诉他,耶稣胜过了摩西,耶稣胜过了耶稣,耶稣大过天使,耶稣大过圣殿,耶稣大过所有的大祭司,耶稣超越了一切,其实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耶稣成就的这一切,如果你相信旧约,但是你不相信耶稣,其实你有没有相信旧约,其实你没有相信旧约,你记得一次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相信摩西, 如果你相信摩西,你就一定相信我,然而你不相信我就代表你根本不相信摩西,圣经整本书是要新旧约连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书,旧约所有的东西就指向等待着耶稣基督的来临,如果你说我现在已经有新约,但是我却回去只是看旧约,我不要新约,我就当旧约就是一个完整的书, 那你就麻烦了,为什么?那本根本不是上帝的圣经,那也不是上帝的约,所以他讲这个旧约,就是说从前我们有一本叫上帝的约,他这个约变旧了,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来临,如果耶稣没有来临,这个约不会旧的,但是他知道为什么耶利米奇大有一天这个约会变旧,因为他知道耶稣的来临会成旧的这个约,把这个约完成了,于是过去还没有耶稣来之前的那个约变成旧了,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慢慢的渐渐的这个约会消失了,就不见了, 为什么?因为他处于两约之间,那今天我们告诉你,你不要只是信旧约,你如果只是信旧约,你当耶稣不存在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这个根本不是上帝的约,因为耶稣已经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处于新约里面,耶稣已经来了,那是不是好像这个耶利米奇,应该是我们今天做教导的这个牧师,应该是最束缚的,如果你去上学,你做老师,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其实都可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你的学生不一定想学习,但是做牧师应该就很好,因为我们已经在新约里面了,已经从哭泣里面进入盼望,是不是这样呢? 又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耶利米或犹太人从旧约看新约的时候,他们想,上帝的君王耶稣,弥赛亚他一来,这个世界就完结了,所以当时候一来的时候,所有认识耶稣的人就来聚在他面前,然后这个世界就完了,但是当我们从旧约去新约,我们发觉,原来耶稣来了,他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游别, 然后还要等不知道多少年,然后他才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already and not yet,已经是新约,但是这个新约又还没有完全,already and not yet,上帝的救恩已经成就, 这个耶利米苏的预言已经成就,却又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是这样的,我们进到了新约,进到了一个,另外一个状态,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新约是好过旧约太多了,因为旧约是靠着一个人肉体的,这个,这个,这个, 割礼,所以你生出来犹太人,明明你都不要信,明明你还是说你是上帝的子民,然后要教导你,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新约不一样,你的话语出去的时候,谁要信,谁回应这不应,他就是新的人,那应该我们召集回来的人,应该都是非常,非常有动力,非常爱慕上帝, 是不是呢?又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新约在两个already and not yet之间,我想跟你读一读耶稣的一个天国的比喻,你就明白了,马来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又撤这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好比人,善好种在田里,好种是什么?福音,是真的福音,真的可以让这个种子会长大, 这个好种,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了,把杂草杀在麦子里就走了,这个麦子是出于好种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杂草是谁杀的?是仇敌撒蛋来杀的,到掌苗吐睡的时候,杂草也显出来,地主, 地主的仇敌人进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杀好种在田里吗?那里来的杂草,什么意思?如果在新约里面,我们杀下去的是好的福音,然后上帝预备了好的种子,让他们成长,那是不是应该,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应该非常爱慕上帝的? 是啊,那为什么又好像教会里面不是这样呢? 啊,原来这个天国的比喻有解释,因为有撒旦来杀了杂草,主人回答他们说,是仇敌做的,普通对他说,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就拔掉?拔掉一次,现在就把审判或者收割的时候就提前了。 主人说,不必,恐怕这个拔杂草也把麦子连根拔起,不要,我们,我的麦子还在长大,甚至我还在杀种,还有新的麦子要成长。 让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收割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了,你可以这样说。 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说,先把杂草拔起来,捆一捆,留着烧,把麦子收到我的窗库里。 其实,那个仆人他们所担心的,要不要现在就拔出来,意思是,不要让这些杂草进到上帝的这个窗子里面,上帝说不用紧,让他们一起长,等到收割。 所以你开始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就是有麦子也有杂草。 所以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牧师说,我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认识上帝,我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都是上帝,一定是进天国的。 因为我们自己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个情况,因为他们不是真实认识,所以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有很多的杂草,对不对,从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发觉教会历史里面很多越是中心的牧师,越是受到逼迫,然后这个逼迫不是从外来,不是这政府把你抓掉,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不是什么东西黑社会来找你,而是他们受的逼迫拒绝是他们里面,教会里面的人,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杂草。 不算你不讲这个教会历史,你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你看保罗,彼得,约翰,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面,经常讲到异端的起来,然后异端的起来,他们会把一些人去强。 也有一些他们去利用其他人来逼迫保罗,比如保罗,你发觉保罗经常被人家逼迫,保罗被逼迫不是单单是外面的人,更多的是里面的人,是教会里面的人。 你去看更多前后书,那些超级的使徒怎么样敌对他,通过那些群众来敌对他,为什么?因为当中许许多多的杂草。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忠心的去传扬上的耶稣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会面对一些逼迫,这个哭泣不会完全没了。 在盼望中有哭泣,在哭泣中有盼望,这是新约,因为我们在一个already and not yet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既又是进入了新约,新约约,却还没有完全完整我们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 那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让自己去反省去应用呢?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你到底是杂草还是麦子? 你到底是杂草还是麦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问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教会就只要你做过一个决志,你受习了,没有人会crush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主。 大家都假设,你一定是信主,你一定会在,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里讲到,他说到那一天,我们不再需要用很多的力气去教导,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从最小的最到大的都认识上帝,你真正认识上帝吗? 你这个认识讲到爱慕,你真的爱慕上帝吗?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听J.I. Packer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就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个朋友刚信了主,但是他不愿意看神经,他觉得圣经很闷,他觉得圣经很难看,他不想看,他不愿意看。 J.I. Packer自己回答的时候,他就想,他说这个人,圣经当然是不容易看,但是你说这个人信了主,你的朋友信了主,但是他却没有兴趣看神经,这有问题啊。 这真的很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真正信了主的人,他真的是想认识上帝,他认识上帝的途径就是靠着圣经。 你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许许多人不愿意看神经,他说圣经闷,圣经当然不容易看,不容易看不代表你没有兴趣看,这是两回事啊。 他这个人,我们今天教会到底有多少人在看圣经,有多少人在爱慕圣经,因为看只是一个开始,看之后你有没有去把它变成你掌管你人生的上帝律宝? 这倒是一个问题,你是杂草还是麦子?要不要大家继续努力,或者从头开始我们再来努力,我们定睛仰望上帝的话语,我们相信我们行走不跟随这个世界,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上帝的道引导我们进入永远的新天新地,希望在新天新地里面, 见到大家,大家努力